怀疑自己不孕的女人,教你四步就能轻松次测,一,看年龄,二,看月经,正常情况,月经周期是25-35天,经期大约为3-7天,经血量正常,经血颜色暗红色,无血块,如果女人的月经出现不规律的问题,而且出现月经量过多或过少的问题,甚至不来月经, 那么就很可能会造成女人不怀怨或怀怨障碍,进而就会使女人不孕,如果是月经期间,偶尔不怀规律的话,也不必过于紧张,可能是生活或工作,压力或大,而导致的,慢慢调节就能恢复正常即可 三,看体重,体重也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指标之一,如果女人身材过胖或者过瘦,不仅不利于健康,还可能会影响到女人怀孕,因为女人过胖或过少,都可能会影响到女人的内分泌,进而可能会造成女人月经不规律, 这些都会影响到暖潮排卵,进而就会使女人不孕 四,看病史,其实想要判断女人是不是真的不孕,也需要了解以前女人的过什么疾病,比如说女人之前很想破腹腔,出过问题,就很可能会影响到舒脑管的功能,进而就可能会造成女人不孕 而且如果女人如果患有糖尿病,甲抗等内分泌疾病,护护一性疾病时,都可能会造成女人不孕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